国际志工日又到了 今年相当的特别 志工们是以抬轿的方式来传递幸福 要将幸福的氛围感染到整个新北市 早上呢队伍来到了永和 带您一起来看看这个热闹场面 志工们抬着轿子游街 为叫你幸福活动 揭开序幕 就连议员连匪凡也来共襄盛举 加入扛轿行列 其实每年国际志工日 新北市都会号召 区内的志工一起来 用不同方式传递幸福 去年是以盛火方式环绕新北市 而今年则是更特别 竟然让志工抬轿来传递 让现场是热闹非凡 那我们永续这一次的话 号召这志工的话 是直接在我们辖区里面 不管是警察消防各方面的志工队 学校我们都请他来 我们人数总共有400多个人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志工的话 就代表我们这个永和区的社会 底层的活动力相当强 大家都有爱心 大家都希望能够为社会 做一点事情 希望对社会多一点帮助 传递队伍一年比一年长 代表民众越来越有热心住人的观念 让区内志工人数成长不少 区长也希望明年人数再有所突破 让永和成为新北市数一数二热心地区 中央新北新闻永和采放报导